好 接下來下一位是暗玄 他為我們帶來的是 Love Life的使者妮可 掌聲歡迎 好 掌聲歡迎他 先跑 好 先跑 先跑 好 來 來跟大家 打個招呼 大家好 我是暗玄 今天擴使的是 Love Life的使者妮可 哭呼 妮可妮可妮 嗯 那今天為什麼會想要Cost這個角色呢 呃 其實之前就蠻想Cost這個角色 因為他真是太可愛了 很捏 還是暮黑的部分也蠻喜歡的 所以是他的魅力之一啊 好像也是 那你覺得 自己覺得在玩Costplay上 最困難的點會是什麼 我覺得玩Costplay的話 在現在其實資訊很發 不管網路上還是書籍 早上其實都教你怎麼玩Costplay 所以我覺得一個人玩Costplay 其實沒有太困難的 嗯 所以對我而言最困難 就是大概就是找到 志同大合的人 一起玩Cost 一起做創作這件事 沒錯 找到朋友是很重要 對 因為我很愛心 而且其實啊 你那個Muse一個好 你要最好大家角色沒有重複 對 有時候會有點困難 對 如果剛好我朋友也喜歡Niko 怎麼辦 對 很容易撞腳 對 撞著腳 對 撞著腳 很無腦 對啊 那你不常 大概都Cost什麼樣的角色 嗯 我Cost的角色範圍 蠻不管的 就是 當時喜歡什麼作品 就會Cost那個角色 像母專的我也喜歡 然後歐蜂那樣 我也喜歡 然後 老的 蟲的 其實我也Post過 對 可以舉例一下嗎 嗯 在戲有個叫 炸藍燒的 他是把你臉胡扎 就有點像毒蛙一樣 哦 所以你Post過大叔 呃 他不是大叔 他是姑娘 就是長得像大叔 哦 哇塞 很帥耶 所以你就是蠻捏老少 偷吃的 對 超方位 對啊 全方位的玩家 其實很難 對 我覺得 真的 超厲害 我們要昇了 你要哪個 你的來自家 你啊 啊 你有比我 你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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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拍照時間 好喔 再來第二個POSE 再來第三個POSE 5 4 3 2 1 好 再來 5 4 3 2 1 謝謝安全 謝謝安全